房子因为地牛翻身整栋垮下 卖场的货架也承受不出地震的剧烈摇晃 架上的物品掉落货架也倒了 不用怀疑这样的震度就是最剧烈的七级 只是五级和六级接下来将细分为 五弱五强六弱六弱 更接近民众实际感受 因为有很多的五级 事实上都没有栽损 所以有很多单位他们就自己发展出 他们自己一套 地震震度零级到四级不变 零级无感 震度一级是静止时可以感受到微小摇晃 二级是电灯等悬挂物会小晃动 三级房屋会开始震动 门窗发出声音 四级房屋会明显地摇动 没有固定住的东西会掉下来 而兴奋出来的五弱少数家具会移动 五强家具移动或是翻倒 六弱人难以站稳 六强是摇到只能在地上爬行 最强的震度是七级不变 没有办法依抑制行动 最重要的就是 让民众了解说 从五级 至少是从五强以上 民众就特别需要注意到 这个房屋结构的破坏 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新智 不过当地震真的摇到五六级震度时 恐怕不论是五弱五强六弱六弱 大家都会先忙着赶逃命要紧 明年1月1日 Les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